我们下一位 这个是已经离去的 罗老师的偶像 罗老师的两个偶像 让我们可以有请 颜颜月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把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期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再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 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像玉环石啊 玉环石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好像女生 现在特别容易有这种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她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 只有小码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码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 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就特别勒 但至少它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 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妍也是小码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 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跟我们讲 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穿不进去 二姐穿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码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吃它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炸彩 另外一条是 创造影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 比谁腰戏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 扔硬币吗 有用 是不是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 对不对 轻轻的 来了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扔这个 这个大 有什么好 奸 谢谢大家 可以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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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的一个形象就得挺吧 反差大嘛 秀秀气气的想这种这种玩意 我们现在临时两个人下 你来得及吗 咱打一击吧 咱打一击吧 咱们一起进击一拜 这都好 对 喜欢演艺演艺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们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双胞胎直接这么说的 我怎么算是 头一回见 然后国外那种 错过秀 由俩女孩一块弹琴 唱歌的那种我见过 但是我今天 稍微有一丝失望 他们中间没有顿点的 突然间来个神经病的地方 对 然后就能破一下 那样会让我觉得 我的嗓子 怎么还是这样 他们上期有 是吧 上期有 这是没来得及 对 今天有点就是过于这个感觉 就是 就是缺那个 对 让我觉得 然后就特别好玩那种 我就是盼着那一点 然后但是没有出现 这是唯一的缺陷 但是两个人说话 你一句我一句的 我让我觉得 女孩有时候还是一个人好 要不太吵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特别可爱 谢谢 开心 他们刚刚说那个沙拉的事 张梦老师是真的吗 是 就是那个一开始 因为我们是刚一开始 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呢 沙沙子 他就是 我们有一次聚会 就拿了一秤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惊讶了 但是等到后面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练舞练得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不用减肥了 其实我们都瘦了 我觉得今天他们讨论这个话题 特别靠谱 对 干嘛飞着女孩都要瘦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的 最喜欢这样蓬松的少女 然后 对 特别好 不是 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那个自己脸 稍微大一点点 那是姐姐是吗 妹妹 妹妹 她叫袁玥 哦 你知道 就是因为 其实你不是脸蛋 是因为可能就更白一些 就跟我一样 就一白就显得面积大 你知道吧 就今年听到最温暖的话 不是 这哪 这哪温暖 张梦老师的脸和颜月的脸 差距还是很危险 我来温暖一下你吧 太行 我觉得那个 你们这个段子啊 就是 就承认这个价值观 我非常喜欢 是的 我觉得女孩 不要被标准化第一 这个上 就没有什么标准化的好 美跟臭 对 就你自己喜欢自己就可以了 对 就你不用他们喜欢你 他们谁呀 对吧 但我觉得你俩就是 还是比较瘦 就你们再碰个20斤 讲一个段子 我觉得你能像我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都有自己的 被闪亮的地方 可以和 让自己觉得自己开心的方式 就这女的瘦这事是谁说的 就是说是不是 就因为杂志上一直在说 女孩一定要瘦 首先办杂志 跟设计女装的那帮男的 就不喜欢女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就没明白这个点 我跟你说 最开始 说那帮人说 你们要瘦才好看 说这话 那男的他就不太喜欢女的 旁边喜欢女的那男的 那男的肯定说 嗯 你是老板你说就算 因为男孩没有说 一定要瘦才叫最好看 就被 我觉得女孩子呢 不要老想着减肥 那可不 是不是 这光减肥就不健康 光吃沙拉怎么能行呢 太对了 喝一点蓝盒 黏羊奶 健康 不长胖 那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您太怎么着 就是管用 就是管用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话题说的也是已经很到位了 特别靠谱 好 两位稍事休息 来来来 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就自己一直想表达 因为确实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新生 对能感受现场的女孩子对于这个主题 非常有认同啊 我能看到一个观众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颜言越比去年成熟了一些 不像原来那样就真的是必须得一板一眼不能有一个错节 就他们现在台上会放松自然一点 我们俩应该能够聚 我们俩应该能直接聚 我们俩应该能直接聚 你们应该可以直接聚 对 谢谢